安波篮球快讯 2021年1月26日 北京紫禁勇士立刻新疆飞虎 周一晚上 CBA常规赛继续进行 北京紫禁勇士迎战新疆飞虎 比赛开始后 两队开局阶段稍显慢热 随后双方先后打出得分高潮 孙童林次杰突然爆发独得11分 帮助北京紫禁勇士半场结束时取得6分领先 第三节末段 北京紫禁勇士再度打出攻势 继续拉开比分 领先优势扩大至16分 末节决战 新疆飞虎不断追分但未时已晚 最终全场比赛结束 北京紫禁勇士100比93立刻新疆飞虎 首节开打 新疆飞虎进攻状态慢热 前三分钟内莫有运动战入球 北京紫禁勇士这边则在聚阳格串联下占据先机 随后双方进攻均陷入停滞 进入首次官方暂停时 双方得分均未上双 中段双方进攻有所回暖 聚阳格连得6分 阿布都沙拉木制霸内线连续做出回应 于长洞和里根连中三分 北京紫禁勇士一波8比0打停对手 末段新疆飞虎找回手感继续发力 多点开花的他们回敬一波10比2 首节结束 北京紫禁勇士以26比23暂时领先 次节回来 蒙迪祖拿斯莲首堂才欲得分完成反超 孙童林内线被打跳投回应 热服卡提江中投得手 曾令旭三分在近 双方开局阶段你来我往陷入僵持 中段孙童林延续状态继续取分 安祖夏里逊同样杀伤内线不断涨分 于德豪找到手感连中三分 张帆外线回应稳住局势 北京紫禁勇士继续保持微弱领先 末段孙童林里突外头继续得分 蒙迪祖拿斯联手于德豪得分止血 里根三分稳稳命中 聚阳格制造犯规三罚权重 半场战霸 北京紫禁勇士仍以56比50 继续领先新疆飞虎 一边再战 北京紫禁勇士延续出色的进攻状态 张帆外线尝试得手 聚阳格借掩护挑篮野进 阿布都沙拉木找回手感三分止血 蒙迪祖拿斯杀伤内线 罚球取分 唐财欲标中三分继续追分 双方你来我往陷入僵持 中段蒙迪祖拿斯遭遇犯规危机 新疆飞虎进攻再次断电 据阳格连续突破取分 张帆联手王少杰续上火力 北京紫禁勇士趁机打出一波12比1攻势继续扩大优势 末段曾令旭上篮得手终于止血 孙童林连续得分回应 唐财欲标中压绍三分 三节结束后 北京紫禁勇士已经领先新疆飞虎16分 末节决战 于德豪状态火热连得8分率队紧咬 北京紫禁勇士立刻请求暂停 据阳格连续突破取分 双方分差再次回到两位数 关键时刻曾令旭连得5分 蒙迪祖拿斯及时跟进成功补篮 新疆飞虎打出7比0小高潮紧咬比分 末段孙童林内外结合连续取分 阿卜都沙拉木关键三分止血 据阳格上篮得手 蒙迪祖拿斯决胜时刻四罚一众 张帆关键三分 稳稳命重 新疆飞虎回天乏力 最终北京紫禁勇士100比93 立刻新疆飞虎 我是李亚西安波篮球快讯 请关注我们专业并订阅我们的频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